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本期的嘉伦说科技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最近比较火热的 波卡平行链的插槽拍卖的一些规则 还有第一批参与插槽拍卖的一些项目的分享 因为第一批整个宣布要参与插槽拍卖的很多 我大概会分成两期 上下两期 那首先呢 波卡我就不详细介绍了 网上还有很多类似的这种介绍 但是关于平行链重贷这件事情呢 我看了很多的信息 大部分有一些误区 理解上的误区 大概总体来讲就有三个 首先的第一个 它不是白嫖 有很多人以为说我用制加我的DOT 那我换取项目方的这个Token 那这是类似于一个白嫖 不用花钱的 但实际上因为你参与了重贷的话 其实你是损失了波卡上的Stick的收益的 现在你去波卡上去制加DOT的Stick的话 其实年化基本上在16%左右 那如果重贷的质量量大的话 它可能收益会更高 所以说其实这个两年期的重贷 相当于你损失了两年 算下来将近 如果是负荷收益率的话 可能40%的收益 所以其实它不是白嫖 你相当于把你Stick的收益拿出来 去投资这种平均链成的项目 所以实际上也还是要谨慎的 那第二个就是现行释放 这个很多信息没有重点去提 目前我看至少第一批参与平均链拍卖的项目 大部分的这个重贷奖励的Token 其实都是现行释放的 而且基本上都是说你参与了重贷 然后它一旦成功的拍卖成功之后 会上线的时候会先释放20% 剩下的80%就是在未来的两年时间内 现行释放 所以你要去算这个投资回报的话 其实要注意这一点 那第三个呢就是整理多不一定好 我看很多社群呢 大家都在讨论说 这个项目它拿出了百分之十几 那个项目拿出来百分之二十几来去分配 但实际上可能你不要单去看它分配的数量 因为核心还是要看这个整体的项目的质量 因为它实际上是两年的周期 那项目如果做不好的话 其实你这个Token的价格上不来 你给你再多的其实也没有用 而且一个Token分配 它是总量百分之百的话 如果你重贷分配比例过高 那它就可能可以拿出来 为整个项目运营的这个投监就少了 那其实可能反而还不利于这个运营 所以这个比例其实还是比较讲究的 不能太多 但也不能太少 这个就需要去针对不同的项目 仔细去分析以及研究去了 那猜疑中的方法其实总结在大概就这样 这样三类 第一种其实就是官方的钱包 或者其实大家常用的像Token Pocket Mtoken其实都支持 因为这些呢都是确确确化的钱包 其实也就是说你的资产都是在链上的 它们只是一个浏览器 然后你通过链上的这种自家操作 这个是最简单直接的方式 但操作过程相对来说要复杂一点 它有点类似于 如果你熟练的使用Metamask 那应该问题就不大 第二种呢 其实就是现在大部分的中心化的SAC 也就是中心化的交易所 目前其实像币安OK都已经公布了 这个参与波卡平行界竞拍的这种专区 而且它们都有一些额外的奖励 这个最大的好了就是简单方便 因为可能很多人的资产基本在交易所 那你在这里去参与之后就很省事 同时呢平台也有一些额外的奖励 还有比如说像这个币安 其实它也有类似于这个VDOT 就是释放这种重贷流动性的这种对应的token 而且可以开放交易 所以大部分的人呢 其实你为了省事可以选择这种方式 还有一种呢 这个是波卡上比较特殊的 就是第三方的平行链 后面在介绍项目的时候会提到 就有一些项目呢 就你可以通过它的平台去参与其他平行来的重贷 而且它会给一些额外的奖励 同时也会释放这种重贷代币的这个流动性 这个应该算是波卡比较特有的 三个方式呢 其实各有优劣 因为比如说如果你在官方的钱包去自家的话呢 那你就是未来有可能会有一些额外的奖励 或者一些空投等等 比如说像阿卡拉 那它会给如果你在Cosama上面去参与过它先行网络的 就Corora这个重贷的话 它会有一些额外的2%的这种奖励 那这个其实就是如果你在中心化交易所去参与的话 可能就没有 但是呢 如果方便的话 其实可能中心化可能更方便一点 所以就根据你自己的一些特点去选择 重贷代人体规则 其实这个大家应该比较熟悉了 就是首先你的道德其实锁在这个 证明科学里面的 所以项目方也是不能动的 那此阵到了才会震动释放 所以它整体的安全性其实是比较好的 那第二呢 就是它手动周期其实是最强是96周年 就是两年的时间 它是以三个月作为一个周期 那大部分项目都会直接竞拍两年 所以其实你如果参与的话 也就是说啊 你会面临着未来这个价格下跌的这个风险 一定是两年之后了啊 当然虽然有这种释放流动性的这种解决方案啊 但是它肯定会有一些负益价 另外第三个就是盘培成功了才会有奖励 所以也就是说你选择的时候要比较慎重 那么并不是说我参与了就一定有啊 而是我获得成功的 当然有些项目方他会去专门 比如说我第一期没成功那我第二期第三期也可能成功 而且他会给你第一期参与的一些额外的奖励 这个是不同的项目方也不太一样 那么综合来看整个的巴卡平行链上的项目呢 其实我是可以把它分成三类的 基本上是可以对标现在在以太上已经比较成熟的各种各样的DF 第一类就是最成熟的就是DeFi这个品类的啊 其实有很多品级链都是做类似的啊 而且这个因为以太上已经验证了啊 像UNI像SUSI啊 这些都已经是非常成功的DeFi项目 而且用起来都非常好 第二类就是智能科威平台啊 基本上也就类似于说因为波卡它是L0啊 然后所有的这个DF实际上是跑在评级链上 那他就需要有一个智能科威平台啊 那这个也有好几家在做类似的事情 那第三个呢 那就是现在在以太上在尝试的就是比如说影视计算 游戏等等这些品类的啊 因为就这种比较多 所以今天其实主要讲DeFi这个智道上面的 波卡平台链的这种情况 好我总体总结了五个目前热度比较高的 那第一个肯定就是Akala 因为这个是整个波卡上面生态项目当中 应该是最活跃的 而是做的最早的 不管是团队还投资机构都是非常豪华的 而且他定位也是整个生态的DeFi中心 那应该是在理财上DeFi已经被验证了 那所以如果他能真正做起来的话 那应该就是很不错的 然后社区热度也很高 至少像我们去关注 其实应该是两年前就已经开始关注这个项目 你想他激烈应该确实还是比较深 他整个的开放团队 也是非常早参与波卡的整个的社区自理的 而且他的先行网络 其实也是第一个获得Kosama插槽的 而且已经稳定运行了两个多月的时间了 其实总体来看 但是他的这个月景是比较宏大的 他叫DeFi中心 所以我把它叫做就是Makedown加JuniSwap 同时他还有EVM就是DIF平台 所以他做的事情实在是有点太多了 但是到底怎么样 其实只有等他练上去之后 我们再去看 因为他也可以生成稳定币 也生成稳定币之后 然后可以抵押接代 同时可以有AMM的这种交易平台 整个一系列的 基本上我们在以太上能使用的DeFi 他自己都提供了 那同时他又开放了这兼容EVM 那也可以支持其他的 呃 应用在他平台上去跑啊 第二呢是Bippost的啊 这个呢 呃 我们把它叫做为Staking提供流动性啊 简单的说 也因为像博卡你去不管是Sleaking 而中代其实都是有一定的守经期的 比如Sleaking是有三四天的守经期 中代有两年的守经期 那怎么办 那其实通过Bippost的 那其实就可以释放出来一个流动性 就是他对应的你去呃 自家DOT之后 他会给你生成一个呃 类似于VDOT的这样一个代币 然后你可以进行交易 那呃 这个项目其实是因为是最早 他是为LST这个公链上提供的 类似的这个呃 流动性解决方案 而且做的还是不错的啊 那么呃 包括之前的以太爱访2.0 他也提供了类似的服务 而且还自家了几万个以太在里面 啊 所以他其实是不仅仅为波卡提供服务 啊 所以他叫做跨链网络 啊 同时他也是开支了跟Akala 有这种跨链合作 第三个呢叫Parlane 呃 这个就是前面提掉的 他呃 简单说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 波卡上的一个接待协议 啊 但是呢 他在这一次的平行店拍卖 他提供了一个这个服务 就是为其他平行店提供重担 简单的说就是你去参与重担 你可以通过他的平台去 呃 为其他项目投票 好 而且他会额外的给你他自己的代币去 而且有的项目呢还会有专门的这种奖励 简单的说呃 其实就是为了吸引用户 然后你通过他的平台去 呃 自压 比较丰富经验的传统金融领域的 那当然整个的也正是这个原因 他的投资机构也比较豪华啊 同时他在Current Leads 也进行了公布 嗯 在DeFi领域 他跟Maker啊 还有Avi 其实已经有合作了 同时他宣布也也也跟很多传统的金融公司 达成了长期的合作关系 简单的说他就是把现有的 比如说我们知道的股票 期权 甚至房地产等等 把他希望能够引到链上来 这个整体运营还是非常的宏大 最后一个呢叫Mata 呃 这个简单理解其实就是 为链上提供隐私保护服务的啊 那么我们能够比较好理解的 其实就是隐私DEX 这种交易协议啊 就是我们知道 虽然在DeFi上我们是交易 但是其实你的地址是公开的啊 所有人可以根据你地址去查到你所有的信息 啊 但是如果通过他这种隐私交易的话 那就会比较好 好 总体来说呢 呃 在第一批当中 其实一共目前来看 大概有12个左右项目 然后有一半都是DeFi相关的啊 剩下一半呢 其实就是智能合约 还有游戏跟这个呃 隐私计算等等 那么下一次我们来重点说一下啊 比较合弱的几个智能合约平台啊 欢迎大家关注啊 YouTube我币赞叫加林硕科技啊 也可以加入我们的电报群搜索 联财馆的拼音啊 有问题欢迎大家留言 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